石厨一般是由两节石柱所做成 毕竟掏接后才能使用 所以中间掏上竹子 然后编上藤环固定 长辈表示 藤环编织分别有所谓的一压跟阿压编法 部落里留下来的石厨 长辈表示 一般是故企长辈们为了养家 特别到进台东市的边南西 从事合体工作时 在合床发现长行石块就减石 利用下班休息时间在公寮着治而成 进来就不如居民 特别请一位法律帮忙 修复长辈余留的石厨来保存 我认为一位法律帮忙 我认为一位法律帮忙 现年八十四岁的老一子法律 年轻时曾经从事于移工 留在部落后就长期务农 藤环记忆室透过观察长辈 跟智血精进 编网的记忆也非常厉害 阿公他其实现在在文件站 他其实有教很多长者怎么做 其实很多长者是做不出来的 学不太会这样子 是我们社区的一个宝贝 所以他的手工艺方面是做得非常精致 他自己本身就非常的要求完美 随着长者一一凋零 部落传统工艺文化智慧也随之流失 族人非常期望长者的智慧能够传承 也期待后备部落青年能够学习 原始新闻法务的台东厂兵采访报导